和詞曲 李宗盛 這是俞美 跳舞 我跟你們講 我最近是一個還不錯的男生 有沒有照片 這個中間這個 诶 你说 结果是真的 很好看 这干嘛 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 不要不要 小声一点 我觉得要一下电话 不要 不要推我 就可以 你可以 好了 我去 请我吃饭 好可以 等你要到电话 可以 放轻 放轻 呃 那我是武亚 可以跟你要个联络资讯吗 好啊 你是要我爸的电话 还是要警察局的电话呢 但如果你再不进教室的话 可能就要打119叫救护车了 来 怎么是社长啊 都是你 害我 都是你害我 快走快走 都是你们害我的 都是你们啊 都是你们害我的 哦 完了完了 好 经过了春兰花开的季节 来到了生机蓬勃的炎炎夏日 我们的社员呢 有的人成功冒出了恋爱的粉红色泡泡 也有的人呢 啪眼 搬担错了对象 更有的人呢 始终如一 单身狗 那现在我们就来调查一下 我们的社员有哪些人是粉红泡泡 有哪些人还是汪汪汪 好来 已经谈恋爱的举手一下 举牌一下 举牌一下 圈圈牌 圈圈牌 有人说谎啊 有人说谎吗 谁说谎 来谁说谎 好那没关系 那还是汪汪汪的举一下手 汪汪汪汪就是单身狗 对 可怜可爱的单身狗 OK 四个 好 那我们就从那个单身的开始好了 首先第一位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阿卜来自台师大 第二位马蹄 大家好我是马蹄来自行武科技大学 第三位阿卜 大家好我是阿卜来自台师大教育系 再来维豪 大家好我是维豪 我是来自苗栗联合大学 好最后一位隆毅 大家好我是隆毅 我是来自高雄师范大学 好那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单身的人数 压倒性的胜出了 谈恋爱的人 对 那我们从布亚先开始讲好了 怎么样你的恋情有多久了 两年了吧 那么久 有两年你撑得到两年 这叫久 你撑得到两年 稳稳的稳稳的 稳稳的两年了 所以恋爱今天应该很丰富咯 也没有算丰富啦 对啊 你是上大学 不对啊 所以你等于是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谈恋爱了 对啊 然后谈到大学继续 有错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不可置信 有点没贴 我就问 再来是 维豪吗 不要说谎哦 你交往多久了 三年 三年 你现在是在比拼一种年线吗 没有 真的啦 三年多一点点了 不要多加 你现在几年级 我加上大四 大四 所以是进大学的时候 交女朋友还是男朋友 对 女朋友 好 那基本上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些 可是他们都有点不准 因为两年还是三年 其实已经过了 好像所谓的热恋期了 但是 你们有没有那个 就是遇到那种 在大学里面 那种热恋的那种情侣 那种小两口 那种很烦人的那种行为 我觉得阿博斯 你有很多想要抱怨的 有没有 真的 有 有 有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吃饭 然后 他们就会 就是可能靠很近 然后 摸来摸去 然后 亲来亲去 亲哪裡摸哪裡 那 难说 就是 就是 就是觉得说 这里是公共场合 就是有点不亚观 有没有在尊重我这样 而且 邩 邩 就是不想跟他們說 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們是朋友這樣子 那阿布 你那邊也是發生在吃飯的時候嗎 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蠻多場合都可以用得到 譬如說 很多疊字的綽號 譬如說 比比 不是 比比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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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用在有某些語群會怪怪的喔 就是 比比 然後變成比比 其實我覺得這樣私下可以 可是可能如果一群人 你那邊嗶嗶嗶嗶嗶我就會 太多了 就不太行這樣 好 這種單身 單身者對於這些戀愛泡泡們的一種 就是不爽 有沒有 你們不寂寞啦 因為我們也是蒐集了非常多的同學的證詞 來證明就是 對 這些戀愛中的這些戀愛泡泡 有時候真的很煩 Yeah 嘿 同學我就問 我要看影片 同學你好 我們是圓明凱德 同學你好 我們是圓明凱德 可以耽誤你5到10分鐘的時間嗎 不用 沒關係 好 謝謝 可以耽誤你5到10分鐘的時間嗎 等一下有事情 有事情嗎 好 沒關係 謝謝 同學你好 可以耽誤你5到10分鐘的時間嗎 超方便 好 沒關係 謝謝 我現在在你們學校門口 給我5到10分鐘的時間 讓我訪問一下 那你目前是有另一半嗎 有在談戀愛嗎 沒有耶 我單身 那你覺得最受不了他們的事情是什麼 比如說在班上怎麼親親我我之類的 這個絕對是耶 那你都這樣白眼過去 沒有 我就是故意走過去 就假裝看不見啦 但是還是會就是 怪怪的 他們就是他們在吵架的時候 你最受不了他們的點那種 應該是很沒辦法去理解 就是為何要把他們的感情 有時候都會影響到我們班上 會變成很多小圈圈 插圈圈這樣子的 那你有聽過就是最瞎的分手 就是理由嗎 最瞎的分手應該就是 摔到分手吧 好啦 沒有好好講 好好講話好了 我覺得最瞎的分手應該就是 我媽媽叫我好好讀書這樣子 為什麼當初你要打你愛 對 欺負給了女生了 就欺騙了感情 你 來 Buya 你自己說說 影片中有哪些被抱怨的行為 是你符合的 我敢說 好像都還沒講到 還沒有講到你喔 對 真的嗎 真的 那你自覺 你有沒有造成別人困擾的地方 沒有 對著你的圈插牌發誓 你講的都是真的 我講真的是真的 這個就算吵架我也不會帶到別的場地去 對 OK好 那 維豪呢 我的話應該也沒有吧 騙了 騙了 你本來一看就有 除非 有啦 一開始是 你看出了方兒 出了方兒 只是在學校下課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抱抱幹嘛的 然後旁邊的朋友就會 VCR 不回家喔 不回家 嗯欸 好 剛剛那個VCR裡面有 有人說他阻止這種 誤矮的那種方式有沒有 就是直接走過去嘛對不對 對 蘇妮你有做過這樣的事嗎 我有耶 就是會故意 就是可能 渴個身 或是故意講 但是說 幹嘛擋路耶 不會回家喔 要不然丟草叢 就是會發現那個情緒 這樣子 就是看不慣 好那 看起來好像也很忌妒的 那個 阿姆呢 你有做過同樣的事情嗎 沒有耶 我反而會 避開情侶 就是我就 讓他們自己有小空間 然後我就 欸 永遠打個招呼 然後走 然後結果心裡一直說 你們黏什麼黏 來 永遠打個招呼 躲在旁邊哭 壓力 壓力 你們這些戀愛 泡泡足的 給我熟練一下 這些情侶們呢 就是比如像 Boya這種死不認錯的 或者就是像 威豪這種 對 他就承認了 對他認罪了 這種狀態 好 確實啦 這些情侶有時候 在熱戀中 可能或多或少 會帶給旁邊的人 一些小小的困擾 但是 其實情侶 彼此之間 好像也有 非常多的困擾 在感情中 好像總是會遇到一些 好像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嘿 同學 我就問 我要看影片 我們現在就是有 另一半正在談戀愛的 我們兩個 那你們交往多久了 跟另一半 一年半 我快一年而已 那你覺得你們現在在一起 一年多然後半年 有就是價值觀上面不同嗎 我的是時間觀念 我的是就是很愛生氣 就是很像小女生 就是有小劇場 很喜歡自己 東想西想 跟另一半在一起多久了 一 欸 兩年了嗎 兩 所以 所以你們 還沒 還沒 快兩年 呵呵呵 那當你們吵架的時候 你們都怎麼解決呢 就會直接講出來 所以你都是當下就解決 算是 就不要過隔天那一場 如果真的吵架 你們都怎麼去解決 解決因為這個問題 有效 就是當面直接講清楚 當面直接解決啊 我們不會隔夜吵那樣 就是直接當下直接解決 有什麼 就是不滿 就說出來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彼此要先冷靜會比較好 把細節講出來 然後調整溝通 這樣才是達到一個 比較好的溝通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啊 剛剛的VCR好像就是一整個大爆發的狀態 那 我們從容易開始好了 就是 感情裡面 你覺得最讓你困擾的是什麼 最困擾嗎 嗯 就什麼都要管啊 穿衣服也要管 吃什麼也要管 幾點出門 要幾點洗澡都要管 好那 阿布斯你剛剛有舉牌嘛 那你覺得在你 曾經有過的戀情中 有什麼讓你沒辦法理解的行為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是 規定他出門一定要穿短裙 跟他出門一定要穿短裙 還規定他要 安全帽要戴什麼顏色的安全帽 就很好笑 然後而且那個男子有潔癖 所以會一直規定他女朋友 要一直洗手啊 什麼洗澡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女生 然後他會 很想管他 所以把他 囚禁在他的家裡面 囚禁 他丟掉 沒有 沒有就是他會一直不讓他女朋友出門 然後女朋友要出門 他就想說 你在家裡陪我嗎 或者說 你不要出門啊 我不想要你跟你朋友去哪裡 然後連他的交友也要管 到最後就是那個女生 連一個朋友都沒有了 然後他就整人每天在家裡 然後 那女生最後就快被他 被他搞瘋了 基本上這就是女生對有控制欲的男性的抱怨 那我們就請男性代表 維豪 你覺得 你的 交往過的女生有哪些讓你覺得不理解的行為 就是 莫名其妙愛生氣吧 擺臭臉啊 我最討厭就是臭臉啊 好 那從剛剛討論之後 沒看到了大家其實多所有抱怨啦 也就是說戀愛的一開始可能是賀爾蒙或是費洛蒙作祟 引發的一種生命現象 但是隨著時間這些化學物質吞去了以後 相處的問題就一一浮現 也因此呢 本社團就決定要成立戀愛法定 受理這些申訴案件 市長市長 我們先下課 我先去準備一下資料 OK好 那我們就先下課 親愛法庭 0001號案件一審 現在開始審理 阿卜斯 你怎麼在這裡 欸 我以為你怎麼會上這兩課 對啊 我剛剛想說 待會兒都沒有認識的人一起上 其實不是很無聊 對啊 我想說沒有人 所以我才一個人就默默地坐在這邊 好巧耶 對啊 很巧耶 我們拍照傳給阿卜看啦 好啊 太巧了 好開心喔 有認識的人一起 我啊 謝謝 這個 那ier著 好看喔 我大概20吧 20 等一下 阿布打来了 喂 喂 你刚刚不是拍个照 室友没有那么近啦 你叫我给我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啦 我们想说很巧就拍个照传给你而已啊 有这么严重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陪审团的表决 来 觉得布娅有罪的请举圈 有罪吗 反对意见的请举她 有反对意见吗 有一个反对意见耶 阿布 阿布怎么了 为什么你反对 男生你拿错 就是他可以有异性朋友啊 而且那个影片中的那个女生朋友 也是那个女朋友的朋友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 所以阿布你觉得他是可以有女性朋友的 可以有女性朋友 可以贴这么近的 诶 没有大招 大拳 大拳 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们也可能也不是有意的要贴那么近 就只是刚好是自拍然后刚好这么近 但是如果是一直他们两个平常相处都这么近的话 那我就会怀疑 我们听听别人的意见好了 马蹄 就是我是觉得他有罪 因为你已经有另一半了 然后我觉得要保持那种距离一下 就是对虽然很久没见没错 可是我觉得拍照的时候就是不用一定要这么贴 就是他可能过来的时候就是小距离 你就至少有一个小动作就算有被拍到的时候 女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心安一点 就是我的男朋友不想要怎么样这样 所以还是要给对方安全感啦 安全感很重要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嘛 好阿布斯呢 我觉得可以有朋友 但是那个男生要自己去避险的 因为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可能会想贴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是对他的女朋友的一个尊重 所以他才要自己去避开那些 让女朋友会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男方没有做到的事他没有避开 哦 OK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个可能有类似经验的那个 黑省团的成员好了 维豪 我是觉得 因为我可能之前常常跳舞嘛 所以人家都会跟我贴眼镜 会有习惯性嘛 可能 习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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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在互动啊 树不定啊 所以我是觉得 问题不大啦 问题不大 所以你是觉得他是无罪的 无罪 无罪无罪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审理嘛 不行不行 好啦 我头太有罪 虽然有 可是我觉得也要看那个女生的 她是哪一种属性的 就如果是那种很mai的那种 那种就不行 可是如果是那种很man 例如说打球的球友 可能靠眼睛拍照这样我就觉得OK 就是要看取决于那个女生的属性这样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坚持无罪嘛 然后现在其实有那个两票也是认为你无罪的嘛 那我想要问那个两票的这个人就是维豪 所以你有真实的经验吗 有啊 请说 就是 一定很多 就是 没有很多 几个而已 就是 也是路上遇到啊 路上遇到 封年纪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封年纪 然后那个女生就冲过来 因为我穿族服嘛 那时候还蛮帅的 有自信 可以自信 去他吧 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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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发开那个女生 就是 那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这样牵手 然后 那个女生就直接冲过来 然后勾我的手 然后 说不好意思借我一下 我跟她拍照这样子 这个很不行吧 你这个怎么讲一听就不行了吧 对 可是我女朋友有提到我啊 好近 你这样 OK 所以这是你的真实案例一 对 OK 那阿布呢 我自己是 我上一任是高中 然后 我真的就是有跟 男生朋友比较近拍照 然后甚至我真的有传给 我男朋友 就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是三个人去读书 然后 我跟他的朋友先到 所以我就想说 传给我的男朋友说 照念 我两个先到了 这样子 可是结果我觉得后来 这个也是我们算是分手的原因 就是 真的就是我跟 你看是不是就分手了 你 制作 你也不可活 你别忘了 你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觉得可以有异性朋友 但是 就是真的就是 拍照不要那么近 就是还是要有一点 距离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太近了 就是我检讨的点 那马提呢 你觉得这样俄文腔的距离可以吗 不行 就是 很近 就是如果 我不小心 这样子走开 对 如果我的女朋友不小心就是 欸的时候就 是不会很快 可是就是靠近的时候会 我想要 会想 会想 脸红心跳 他们如果脸红心跳呢 就对那个是我的朋友 然后如果 我的朋友跟 我的女朋友脸红心跳 就 就你尴尬了 就你尴尬了 她是第三者吧 那你觉得 你觉得 怎样才是一个 不会脸红心跳的距离 我们现场模拟一下 你跟阿布 你跟阿布 你跟阿布模拟一下 大概是怎么样的距离 你当拍照的这样 好 欸我给你拍照 好啊好啊 你要在哪里 左边还是右边 撞到了 撞到了 好 你先准备 好三 二 三 三 三 有海浪 有海浪 我会那个 因为她会靠很近 然后我就会先 就是假装很近 然后 她会那个 因为我会先假装很近 然后她准备要拍一拍的时候 就往后这样子 就这样不要太靠近 那隆益呢 你觉得像这样的方式 就是这样的不安全距离 或是安全距离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在意 就是那个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呢 就是要给另外一半的安全感 因为 其实女生想很多 真的 对 尤其是可能 你的国小同学什么 可能她不认识啊 她不知道那个女生是谁 然后一个女生突然跟你这样 不是自拍那么近 那个女生就会误会 所以就觉得还是要懂得避嫌 好 布亚再给你一次辩解的机会 从这样纵观来看 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需要反省的地方 好 你认罪了吗 认罪啊 好 也没有认罪 对 这把关你有点阴哦 对就是 该保持距离就是会保持距离 可是 对啊 心里没有她就是没有她 心里没有她就没有她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相信这个 还是可以拍照啦就是 嗯 所以你就是相信这个世界异性之间 是有纯友谊的吗 呃也是有欸 对啊 你相信这件事情 我相信有纯友谊啊 是啊 马亭你相信吗 我相信啊 可是我要距离 我相信纯友谊要有距离 对对对 对对 我怎么相信纯友谊还要有距离 就是 女生和女生如果贴痕迹拍照 你不会介意吗 不会啊 可是为什么你的女朋友和男生贴痕迹拍照 他们是纯友谊啊 嗯 那你为什么会介意 就是 一个是男生 所以介意的点是一个是男生 他们是纯友谊没错 他们想怎么样就没关系 只是 身体上的接触 觉得就是 还是要保持距离 嗯 不对啊 你知道不对 那女生和女生为什么就 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女生 欸 你知道 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就算了啦 如果在一起的话就算了 如果他们 纯友谊是另外一种友谊那就算了 OK 你可以有两个老 嗯 女朋友啊 啊 到底吗 有最 直接宣判 天哪 天哪 那那个阿布呢 你相信有纯友谊吗 我相信 因为我问我自己就是 是有 很多纯友谊 真的 没有啦 真的 就是我觉得 我是觉得我跟那个男生 真的是纯友谊 但我不知道那男生对我怎么想 但 我看下来真的觉得我们是纯友谊 嗯 然后真的可以聊得很深 我说的深 是 内心 就是互相给意见的那种 交心的朋友 哦 OK 好 那我最后调查一下好了 就是 相信有纯友谊的 请举个牌 哦 OK 好 算是多数耶 好 最终我们就来到我们那个 陪审团的最终表决了 觉得不雅 有罪的请举牌 哦 三票 三票 OK 诶 你那个 叉叉 OK 好 谢谢大家 那一审 经过陪审团的表决以后 我判决本案的申诉人不雅 劳动服务 对 你的劳动服务内容就是呢 每天呢 你要对你的女朋友说十次的我爱你 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 OK 好 结案 然后本案可以上诉啦 那你下节课 我还有其他案件啦 好啦 我们先下个休息 喝口水再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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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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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法庭 馬牌晚點回去 收工 收工就開始 我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一 二 三 有沒有 有 有 好 就是單數的部分 一 二 八 幹嘛 你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兩個小時都不回訊息啊 我就說我在跟朋友打牌要能幹嘛 打牌不能回訊息嗎 打牌要怎麼回 真的很誇張 一個訊息都不能回嗎 就打牌又沒有幹嘛 外面怎樣 你是在懷疑我 無罪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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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這樣子 我單身 速盡 速盡 好 那 被告 對 申書人 烏雅 你有什麼話要說 我覺得 沒罪啊 哪裡有罪 舉證啊 說明啊 只是打個牌而已 這個也要被審 真的好倒楣喔 等一下 那個申書人 你是不是有點搞錯 你現在為什麼坐在這個位置 你並不是因為打牌坐在這個位置 而是因為 你沒有即時回訊息 有啊 我有回啊 我說我在打牌啊 然後他問你 不是說要不要吃飯什麼嗎 那就是真的沒有注意到啦 一句沒有注意到就無罪嗎 無罪哪裡有罪啊 這個真的是 好 我們聽聽陪審團的意見好了 那我們從馬蹄開始 我覺得他無罪 你一定也有同樣的問題 位置變寫 就是 對啊 我覺得無罪 就是 因為打牌嘛 如果以打牌來講 就是難免得 不可能我出下一個要出什麼牌 我還要跟他說 欸我等一下要出黑頭街 然後 這樣子的話很尷尬耶 就是 你要一直顧你的手機 又要顧你的牌 然後你的配備又要等你 所以我覺得一下下是沒關係 就是 就是 如果休息的時候 再那個 會 可是如果一直在持續進行中的話 就沒關係 可以不用回 所以我覺得他無罪 那維豪呢 維豪你有類似的經驗嗎 呃 有 就是 可能我 不要說話 我已經有啊 真的啦 幾天的事 對啊 就是要去 我就先出門報備嘛 說 我要去釣魚囉 然後我就出門 然後我就去釣魚 然後電話就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 因為我也會不耐煩 就在釣魚了 還一直打電話打電話 然後到後面他就直接 跑到我釣魚的地方 然後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都不 不叫我電話 我都煮飯了 你還不回家吃飯咯 這樣子 所以呢 最後 最後怎麼解決 就 那阿姆呢 你有類似經驗嗎 我是覺得 只要在你做那件事情前 講 你要幹嘛 就好了 然後我會自己去回推 譬如說他說他要 讀書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可能到中午了 然後我就會 感覺就應該是會有 彼此習慣的相處模式 我就會知道說 他應該要吃午餐 我就會問說 那你讀完了嗎 然後他可能說 我讀完了 然後 要準備吃飯了 就很像是 在做每一件事情 稍微講一下 就好了 我覺得不需要 就是可能 一個小時 十分鐘內這樣子 對 回推做起偵探咯 偵探咯 我是支持你 我是怕你無罪 你還當隊伍 幾三了啦 好 布雅你說 你最久沒有回電話 時間最久是什麼 是多長 我敢說 我怕你們不敢信 好 多長 三天 三天都沒有回世襲 不是這樣 不要了 不要了 有在了 有在了 不是不是不是 這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跟他說我要去爬山 對對對 爬山 沒有訊號 沒有訊號 可是我也沒有說 我會爬幾天 可是我說至少 一個晚上到兩個晚上就這樣 所以你有跟他講說 一個晚上到兩個晚上 對對對 那你第三個晚上有沒有回 有啊 下山就回啊 OK 好 事先報備就好了 中間做起偵探那個 我覺得有點怪怪 中間做起偵探 等一下你們也不想想 是誰把女生逼成 就是要去做偵探還要回推 對 你們先講好嘛 就是釣魚 出去釣魚大概多久 我們也是可以等的啊 對對對 就是這個大概多久 這個就給我們男生一輩子困擾 對不對 有一定是一輩子 真的 我問你 你去釣魚 如果去釣剛剛好 你跟他說一個小時好了 剛好碰到你爸爸也來釣 你要在那邊聊個天 然後他說你去哪裡 你怎麼樣 然後搞不好碰到真的 大嘎的時候 哇 哇 半天都不是問題對不對 對 認真 大咬的時候啦 特別30分鐘而已 對 所以其實問題是出在 你們沒有時間觀念吧 嗯 約定好的時間沒有出現 沒有回訊息不是嗎 可是至少那個訊息傳出去 是寫大概啊 大概啊 剛剛已經設好有 大概啊 你看他們一下下也是兩個小時啊 OK 好那阿博斯呢 這邊有沒有要那個補充意見的部分 意見很多 打鳥 沒有我覺得 其實我可以接受男生很久不回我訊息 蛤 多久多久你可以接受多久 那就是可能 可是就是可能 早安晚安要講 可能中間你就忙你的事 因為我覺得 就那麼大的人 那麼大的人呢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忙啊 可能我們前一天晚上可能會講說 明天要幹嘛幹嘛幹嘛 可能就大概知道你 你可能早上幹嘛 晚上要幹嘛 什麼時間要幹嘛 如果想念對方 可能就是給他傳個訊息 如果不回的話就算了 可是一定會就是 像是就約定好一件時間 可能 早上晚上睡了 晚上時間他還是不回的話 那才是真的有問題 所以我可以接受一整天都不回 可是我知道你在幹嘛這樣子 可是還是要先講好 對對對 但是他不傳給我的訊息 我絕對不會密他的 對 那剛剛那個覺得十分鐘 都沒辦法忍耐的那個 怎麼樣 有沒有要反駁的 我覺得 長大了 你也很多事要忙 哈哈哈哈 其實我幫我也是蠻忙的啦 對就是互相很量 你只是想要改變一下 對大家都要成長 要有所成長 所以我覺得兩天的話其實也蠻短的 哈哈哈哈 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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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接受就是 不用那個隨時報備這樣 不是 我還是想要知道你們的忍耐度到哪裡 從那個馬提仙開始好了 你可以忍耐對方多久沒有回你訊息 我講的是你的訊息已經給他囉 然後他可能已讀或者是未讀 你大概可以忍耐多久 就是一雞人 一雞人 到什麼時候呢 我會一直忍 就是我不會想要 就是他可能如果說他在做事 他就真的在忙 那我還在那邊 欸你不回我訊息 欸你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我是那個收到了我會 這樣子呢 真的 很煩 所以我覺得我就會忍 然後如果他已讀了 好他已讀 然後沒有回我 我覺得沒關係 可能他就是不小心點開 因為我也會不小心點開的時候 對我就點開了我忘記有你了這樣 可是你看到有回我就好了 不要一直就是 我不想要不喜歡那種 摸摸 對 因為手不回我為什麼 所以我會一直忍 就是等到他回我 如果他真的太久沒有回的時候 我就會說 所以你吃飯了嗎 就是看兩三天過後就是 你吃飯了嗎 然後他就是或者是早安 然後就是他回了就那沒事 二三天的 意思是你的忍耐度是兩三天 七十二小時 就是一個禮拜也可以吧 一個禮拜也可以 對啊 所以就是你星期一傳訊息給他說 你在幹嘛 對 然後他可能已讀然後都沒有回 對 然後的下週一你才會問他說 你吃飯了嗎 就是 這時候沒有 這時候差不多到下一個禮拜的時候 就是 分手了 對 差不多要結束了 對 我忍了那麼久 我也沒有吵你 你為什麼不回我這樣 我都已經沒有吵人 那下個禮拜一可能就 好我要討論這個問題了 可能我們就是 不太適合 那你覺得可以的 所以你的極限在幾天 我以為就是四到五天了 就是 是第四天的晚上這樣 第四天的晚上 然後他回你 終於回你訊息了 你還在喔 他來還在這樣 不是 怎麼可以 我叫嗎 我覺得 我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沒有 我自己的事要忙 我幹嘛一直理 那我也可以就是 可是每個人對我休息時間 他會不會把 願意把休息時間 來跟你聯絡 他看不看中你 那 如果他沒有回我 那可能就這段感情差不多了 我好悲觀喔 我怎麼會 你現在想要想我好悲觀 就是我自己 不是悲觀 問題是你很慌 很慌 真的很慌密喔 對一般來講 可能好比如說超過個 十 好我們講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好了 你就會開始有點擔心了吧 他會輸掉了 他會輸掉了什麼 也沒有到輸掉那麼快 就是出狀況或什麼啦 對啊 所以就會想要關心他一下 不是嗎 好我改進好了 我現在開始慢慢改好了 因為馬上投學 很荒謬我長大要長大 要長大 我學校好了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那個很荒謬的 可以忍耐到那四到五天的 你是基於一種反正放棄的心態 還是你覺得你很信任對方的狀態 就我很信任他 我很信任他 所以我才會這麼的就是沒事 然後相對他一定也要很信任我 對就是我覺得要互相 假如如果我今天 我已經給你那麼多空間 然後你可以不用怎麼樣了 可是你卻一直在管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那這段感覺我們可能 要再討論一下 有轉音 有轉 有討論要 討論一下 認真的討論 那阿姆呢 你覺得你的 你對對方的信任的程度 可以讓你忍耐幾天 我是覺得只要他跟我講他要幹嘛 那我等多久都沒關係 是不是 對就是 一年 但是也不是說 但是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我去吃飯 然後這個七天後才會 我不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假如說他說 好假如說他去沙漠跑馬拉松 40天 40天我就說好 那會跑到40吧 40天OK的那種 就是我只要知道你在幹嘛就好了 然後但是 而且你那個時間也不要太浮誇 就是不可能吃飯給我吃 三天的那種 對 就只要有報備 講你在幹嘛 我知道你這個時候在幹嘛就好 可是其實你們所謂的報備 也不是這種單向報備吧 是我告訴你說 我可能想要去流浪一年 然後跟你協調 你同不同意 你同意了這個報備以後 這才成立這個等待的時間 是不是 對 可是這邊就有那個關鍵 關鍵是在同不同意 對啊 對啊很難很難 有沒有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都講很好了 報備都很好了 嗯 走開 蛤 不准 不想聽 不行 你跟魚是 你愛的是魚還是我 哦 太逼了 所以意思是你們會為了 歸避這種狀況就不報備了嗎 不會 還是會講 還是會講 一定要講嘛 對不對 那對方如果說不同意 就 十次去說啊 十次大概有七次是乖的 隔天就說 不然就不予吵架 不予吵架然後就生氣嘛 然後拿吊桿然後就這樣摸摸出去了 對 就用那個 就用那個時期去釣魚 對 對 很厲害 撐氣碗的再過去 好啦 其實我是想要釣魚給你吃啦 對不起啦 我剛剛只是生氣啦 對啊 那我想問一個就是 除了報備時間 報備地點以外 你們還會 比如說會被要求 或者是會主動報備 就是可能現場有誰嗎 或有異性嗎 或什麼 你們會報備這種事情嗎 報備有誰喔 嗯 會啊 會 是對方要求還是你主動 我是主動耶 主動講 因為我 我們通常都是 我這邊有誰有誰啊 你要來嗎 這樣子 所以變習慣性 對 喔 所以還是會主動報備這樣 對 容易 你會要求對方主動報備 他現場有誰嗎 我會先看他會不會自己主動 如果他不會的話 好像他看就蠻開心 或是從 例如說變成現實動態看到 那個就完蛋了 我就會問他說 那邊有誰 如果他沒有講到那個人 你給我馬上回來 這片 就回來 要不然就是 我會詢問他說 你旁邊做的是男生女生 是誰 之類的 對啊 因為你去那種酒局 因為酒精的催促下 又可能就是 一段情 會有一些 行為啊 荷蒙的問題 如果你旁邊做的是女生的話 可能會 就是臉紅心跳的事情發生 OK 好 那 經過陪審團的那個 表決的過程呢 以及討論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有的人呢 可能喜歡像那種 黏影版的那種黏度 那有的人呢 就喜歡那種 海闊天空的那種 翱翔有沒有 那種自由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都是 雙方要互相協調 甚至是 互相報備 就是看你們彼此的默契 找出自己最舒適的距離和溫度 那現在 本庭判決 好 無罪 下課十分鐘自己去反省就好了 好 零 零 下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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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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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愛法庭 0001號案件 三審 現在開始審理 你在生氣嗎 你在生氣嗎 講話一下嘛 你在不高興什麼 你可不可以好好講話啊 為什麼每次都要這樣冷戰 然後什麼都不講 我怎麼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 那你看我一下 好熱喔 到底可不可以好好講話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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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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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 最差的 究竟 有罪 蛤 在我正式宣判之前 給你一次辯護的機會 啊 我覺得 直接給韋豪說啦 反正我就是無罪嘛 哪裡有罪 對啊 哪裡有罪 然後我是 我是覺得 就沒有罪 就是 你就已經 你坐在那邊不講話 我都問你了 然後你還在那邊 白臉 白臉 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都不講 這樣子 她 哪裡有罪 對 哪裡有罪 那我們讓那個 索依來 揣摩一下 那個女性的心情好了 那為什麼會想要冷戰 就是拉不下面姬 因為憑什麼要女生主動 男人要來 女生就是要拿來哄的 女生就拿來哄 而且這重點是你做錯事 為什麼要我先低頭 她做錯什麼了 她又做錯什麼了 她又做錯什麼了 天啊 男生天生就是犯罪的 喝酒喝太晚了 不是 那妳可以直講 對不對 可以直講 可以直講 妳拐彎摸腳 妳還在文言文的時代 還比文言文難 就說 我們回家了 妳幾點了 三點了 不是 妳在外面還是要給男生面子 不然 又 又跟男生給面子 然後又要生氣 又是我們的錯 對 承擔 妳就講嘛 好嘛 不然在那邊喝酒 妳跟妳朋友喝酒 拿一支茶 妳說好了回去了 妳的朋友會覺得 女朋友有沒有掃興 沒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塑進 我知道症結點在哪裡 症結點應該是 男生覺得那個女生這樣子擺臭臉 會讓男生覺得沒有面子 可是女生覺得我擺臭臉 是給妳面子 那我來問現場的男生一下 對 就是妳覺得女生這樣擺臭臉 讓妳沒面子 還是直接站起來抓起酒瓶問 妳要不要回家 哪個比較讓妳有面子 我覺得直接叫我回家比較好 所以男生是比較希望 就是我們拿著酒瓶說回家 對啊 也很好笑啊 我們大家都這樣子 不是嗎 那邊有另外一位男性代表的 舉差 舉差 對 我覺得她擺錯臉 比較好 就是比起那個 給我站起來回家 我被嚇到 就是妳會嚇到 然後妳會覺得 不要還在旁邊 就是這時候妳會有那種小爭子 可是如果她擺錯臉的話 我一律都是先當道歉那一位 就是 對 我是比較特殊 阿布斯 妳覺得那個 馬蹄這樣的處理方式 妳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本來就 不是會 跟人家忍戰的人 可是 可是我覺得她們 我覺得她這樣蠻好的 其實女生只是想要被在乎 然後 還有 妳懂她 她會忍到去覺得說 妳不懂她 我跟妳講問那麼多次 妳還是這樣做 讓我生氣 那阿布呢 我覺得像 我覺得是語氣的問題 就像是 妳跟她 就是剛剛在那個短片看到 其實問的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妳怎麼了 但 可能布亞問的時候是說 妳到底在怎麼了 的那種 然後 其實女生她可能就會覺得 她可能原本想講 但是因為妳那個語氣我就 好 那我就 我就更不想講了 但如果是她那種 就是 妳怎麼了嗎 然後女生說 好啦 可能就講了 對 女生這時候也應不起來 但是沒有了 妳怎麼樣 然後就 這樣 很奇怪嘛 因為妳幹嘛冷 然後女生這樣 對 這個時候如果女生 反而 她都這麼的 這麼的溫柔的去問妳的想法 如果女生反而 又拉不下臉 我覺得 反而又是女生的問題 對 那你們覺得那個 剛剛那個小劇場中啊 就是我們的那個 錄影證據裡面 呈現了那種 她去戳臉的那種 可以嗎 戳臉 那種鬧啊 可以嗎 這樣 那個可以的舉圈 不可以的舉叉 我 呃 我是剛開始會一次 可是我第二次就不會了 哦 好 所以 維豪妳為什麼覺得不可以 以剛的那個 那個情景的話 就是 就已經 這個 很煩啊 然後跟 那個語氣 我覺得是 沒辦法用上這一招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就是 一開始可以 就是只是 就是語氣問題 就是妳 就 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我一直這樣就是 妳就生氣妳就動我 然後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是男生嘛 然後那個女生講話說 可愛小可愛怎麼了 這樣 小可愛 小耳朵之類的 小耳朵 小耳朵 你們都不要給我背摸 你們都不要給我背摸 我覺得小耳朵那個 會直接被我判無期出場 不能假釋 畢竟 畢竟 這是我們兩個的戀愛啊 然後我就會就是 還好嗎 你們都不要摸耳朵 欸還好嗎 可是我不會 欸 所以那個如果是女生的話 哇 再來 再摺 再摺 那我想要問一下那個 忠義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真實的例子 在吵架的時候 你是有一直弄嗎 弄 一直弄或者是你冷戰 或者是還是你不會冷戰 冷戰會啊 而且我就是 也不是我啦 我朋友 你講我 等自己就好了 我覺得今天大家都要坦誠相對啦 不要再講別的 好不好 好了他講 好 我那個朋友他就是 就是很多那種小情緒跟小劇場 他很愛自己亂想 然後就會變成說自己生悶氣 就氣到後面也不知道再生氣什麼 可是還是要生氣 好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太分性別了 什麼男生就怎麼樣 女生就怎麼樣 但其實不一定 其實不一定 男生就會怎麼樣 女生就一定會冷戰 有時候冷戰的也是男生好不好 對啊 其實女生在乎的就是你當下的那個口氣 對我就會覺得說我在生氣了 你會怎麼樣來讓我開心 或是你有沒有在乎我的情緒 所以我會很在乎 當下對方對方跟我說話的態度跟口氣 所以口氣和態度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是女生要求男生 應該就是你的那個口氣要好一點 那男生呢 維豪你有覺得那個女生口氣很差的時候嗎 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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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嘛 就是你們 對啊 先往那邊嗎 我先 我回避一下 我回避一下 好啦 你居然會在一起嗎 你居然會 分手擂台 你去分手擂台了 我先看鏡頭對不起 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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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道歉 我跟妳道歉 有了道歉完了 先往那邊去 好 那其實呢 在感情中 不論男女 女男女女男男 在感情中呢 都有所謂的可能 對對錯錯 圈圈叉叉等等 但其實我們這些爭執 或者我們這些協調啊 等等 妥協啊等等 其實都是在學習怎麼溝通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一下 這個爭執的過程 這個爭吵的過程 然後找出彼此覺得最舒服的 相處姿勢 所以我有罪嗎 所以呢 本婷最後宣判 不要 可以回家了 結案 那我們最後就是 請妳的女朋友 自己把妳帶回家 重新教育 砍掉重練啦 好啦 這邊我還是要廣告一下 大家趕快去搜尋同學 我就問社團在上面 按讚追蹤加分享 還有跟我們分享一下 妳的愛情史吧 下課啦 好 好 給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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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aste any more time Let me take you where you know Don't stop and here we go